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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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我许刘先生在我们的新西兰二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另外《正向部》再加上《河南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多谢大家的支持 由我们这两个餐厅或餐饮业界的老海鲜来说这些黄店的饮食问题 当然我们也没有接触这一行很多年了 不过仍然可以用相关的经验和这些行规 我想这么多年也没什么改变 应该说坏习惯没什么改变 对啊,谢霆锋有首歌不可改变你,坏习惯 没错,现在真的改变不了 到了今时今日的黄店,我估计都是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话说有一间黄店叫茶廖,挺有趣的 名字是在旺角的波兰街,某一处 是楼商店 即是要走上楼的 对啊,波兰街应该是挺旺的 生意行不行 最重要是有同路人的支持 黄店没什么所谓的 这个柏兰街上海街什么街都可以 不过要在柏兰街走上这些暗角的一层楼 感觉会怪怪的 不过不要紧,最重要是什么? 支持黄店 支持黄店 哎呀,真是支持他不住了 什么事呢?根据卫生防护中心 在最新的昨天公布 原来有九个同路人 就在大约上周五的那一晚 就在茶廖里面吃晚餐 现在看到我们画面 听名字都好像很惊愁 听着名字 黄金流沙软鹤鞋 龙虾海黄汁 汁而已 这是没有龙虾的 意大利灰饭 吃完之后 当然要付钱 不过不知为什么 隆隆隆隆 就怀疑出现食物中毒 包括肚痛 肚餓 云 发烧 身体虚弱的病症 哇,厉害 厉害 听着名字上来好像很厉害 软鹤海黄汁 哈哈 哇,厉害 摆盘也挺帅的 我觉得 摆盘也不差 不过呢 我们看他拍照片 这个就是official拍的样子 挺漂亮 但是上桌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那只鞋子 挺有趣的 整个二型 不知道 二型BB 看到吗 二型BB 爆出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是吧 如果像我这样 我看到我未必会够胆吃 又是什么楼沙 又是什么 这些同路人 都算厉害 一晚之内 有九个人都吃了同一款 这么大剂 大剂之余 就是我们计算它的生意额 假设这一碟 什么蟹王饭 什么软鹤蟹饭 就够几岁一碟 即使呢 只卖了九碟 吃到别人都肚子的 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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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挺大剂的 一般来说 据我自己所知 这些软鹤蟹都是海外急凍空运的 可能不是空运 可能是普通运输过来的 船运的 但是都急凍了 软鹤蟹的处理方式很简单 你看到它炸它 招鸡就什么菌都死了 蟹就不会说 卫生方面没有理由会有问题 那会不会是海黄汁出问题呢 又或者他们的处理手法有问题 不妨一起谈谈谈谈 当然马上就会说 是不是搞黄店 那不是 根据他们这一碟的灰饭 都买得不便宜 成158元一碟 不妨一碟 我吃过焗猪扒饭那一碟 我知道了 因为有一个价钱 计算下去就是 撑黄店 和撑手足 所以相对地会贵一点 也合理 我们计算下的数据 这些顶碎就值一块钱一碟 可能你还要是柏兰街的楼上铺 哇你卖了158元 是吧 嗯 又有点麻烦 我觉得 一个柏兰街的楼上铺 买一碟送 成150元 都真的 是不是他那个装修环境漂亮呢 有些地方吃装修 一般 这些柏兰街有什么装修 难道他们约过女手足 我们去柏兰街吃东西 人们觉得好像怪怪的 但不要紧了 支持黄店 就算什么街都要去 贵一点 没问题 根据店员所说 原来呢 只是那一晚 有九个就吃到肚饿了 其实大概也有卖到二十几碟 那他的意思就是 还有那十几人都没有肚饿了 只有这十个九个有事而已 记住 现在这九个是真的出现了病症 走去求医 其中一个是要进医院的 哇 很大劲啊 是啊 理念不是撑到进医院 撑到进医院都要继续撑 是不是呢 你也进了医院 当自己没错 只能够这样而已 其他同路人 听到这件事之后 一定要继续去吃这个吃爆它 吃爆蟹 刚才台影提到 就是说 其实蟹那方面 再加上有海关等等 我想那个进出口那方面 也很严谨的 我不知道台影 对于西餐人的经验是怎样的 臨到想摆盘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用手 来摆好它 当然了 用手摸过什么就不知道了 但肯定是用手摆好它 是啊 这只蟹如果真的用高温炸完之后 烧鸡就应该在消毒方面没有理由出问题 除非炸不透 可能当日出品就是炸不透 蟹有很多细菌 就算你急冻过也是这样说的 蟹有多细菌 炸得不透 就真的很危险 根据我们的分析再推理 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会不会是摆盘的时候 就未必全部都是同一个人摆的 可能他放一只蟹的时候 有些就这样放 打平放 有些就 孔雀开瓶地摆 用手摸下去的时候 会不会是其中有个人 去完厕所 手洗得不太好 然后帮他的脚先摸开一下 摸来摸去摸去摸来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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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来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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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来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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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炸得很香 但其实他去厕所没有洗手 摸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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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蔬菜苗的手会耍下去 手会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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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手不干净 在他处理过的九碟或十碟 病症不太重要 所以求医也没报道 手不干净 手会耍下去 这个有可能 为什么我会说有可能是他的手会出现问题 一般来说你煮这些烩饭 他们我相信不会一次过煮一大碟 好像两菜饭一样煮成大碟 相信他有什么烩饭 才加热或再煮也好 但是你看到这里有九个人都是食物中度 九个人 相信他煮的时间就分开几次煮 那煮的人 假设他开完大碟之后没有洗手 然后煮食 煮完之后用手捏食物之后 又再煮第二烩第三烩 按照计算上你煮多几次 手都已经可能都会洗过 又或者一些菌 摸食物的时候都摸得干净 是 又或者煮了一个 可能煮完之后 倒出来之后 厨师就另外再煮了 可能有些厨房的员工 年轻人就不太生性 帮忙摆一只蟹 然后再灑豆苗 或者什么苗 然后灑下去 就是那个人出事 可能那个人出事 可能菜有问题 可能菜出现问题也不一定 菜受到細菌感染 也有这样的可能 那些蟹的机会 我始终认为是小的 因为它是高温炸 炸到头 是啊 高温炸照计算是安全的 但是那些菜 如果受到污染的话 可能这个才是源头未定 现在看到这些是肩框框的 其实交到前面有一宗类似黄店 吃完之后又说去了医院 然后可否有补飞 可能就不关他事 这些真是有情有意 拖到七彩九彩那只 还要出来写一篇文 支持这间黄店 叫大家不要捨弃它 现在这间黄店 令人最佩服得不看头地 就是在接着的处理手法 他说我都买了二十多碟 谁知道 有些人吃到肚痛 有些人不肚痛 谁知道 可能我刚才提过几次 会不会是那些蟹 会不会有问题 我们也不能说 绝对是没有问题 多数都叫做越南 或者东南亚 那边来的 因为就是用那些蟹去换壳 换壳的时候 换壳的时候 新的壳还没硬之前 就把他拿来搞定 捉了他 所以那个壳就会软壳 趁他换壳的时候 就捉了他 所以叫做软壳蟹 你觉得会很好吃 这是一件事 你的原材料究竟是怎样呢 如果你问我 是不是正确来说 应该留下一些等食安来的时候 让他拿回去调查呢 要的应该要的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留呢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 他们没有啊 没有啊 咦? 那可能他先毁灭证据 我卖光了 我卖光了 他竟然直认不毁 他说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又瘟又瘟又瘟 不知道是否震不震 那些硬的 然后食安也有派人去现场调查 当然 他们都说 都是找不到出事的原因 当然找不到 因为店员都说 我们现在没有卖这个货 他们对于这件事 就是他们完全是不会觉得有抱怯啊 或者去慰问他们 究竟为什么瘟成这样啊 是不是有没有不舒服啊 出软尾 他没有过 这个不是偶然 肯定不是偶然 你说有一两个吃到肚瘟 投诉 你都可以解释 但这次是你九个人在一起 九个人在你这家店 吃过这碟东西 然后又中了招 你很难抵赖的 照计算 但他们完全是没有一些不好意思的感觉 我们搞到前港那一班 都是一个所谓的黄油去吃完 然后就这么糟糕了 这次九个呢 你很难去卸责还是怎么样的 很难卸责 这班人 特地来搞黄炎 对此是这样 暂时 暂时都不会再出这个菜式的了 就是你想支持你 我要吃爆这个软鹤蟹 不好意思 暂时不攻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因为呢 也都将正低小量的软鹤蟹 和相关的食材 已经拿去销毁了 哇 这么快销毁得这么快 应该是那些蟹的问题 我怀疑而已 我怀疑那些蟹有问题 所以才销毁得这么快 奇怪 如果你问我 我做餐厅的话 我就不会把那批东西销毁 就把他拿去檢查一下 我还可以大条道理 向这些食品供应商 喂 你干什么 那些臭鹤蟹我的 有问题的蟹我的 蟹我的 对啊 没有理由 就这样销毁了蟹 说了都不便宜 你现在就丢毁了它 为什么呢 倒了它 但是蟹真的有问题 可能是 有可能 会像食神那样 喂 我有一批软鹤蟹很便宜的 算不算我介绍给你 那些 然后拿了一批有问题 吃神 吴孟达就说给牛肉 周星馳 然后搞到食神的店铺出了事件 会不会有些同路人就说 喂 我在东南亚入了一批很便宜的软鹤蟹 很便宜的 是 会不会是同路人再满回这些黄店 然后为了保存这个黄店的问题 就把那批蟹就销毁了它 是吧 怎样都好 我觉得实实是太离奇了 这件事 因为没有理由隐藏了证据 还是毁尸灭绩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 即是你们去黄店吃东西 即是你们去支持黄店 对我来说又没关系 你喜欢炒就炒饱它 没所谓 这个没所谓的 你喜欢吃黄也好 藍也好 没所谓 很明显就是这间店铺的材料 要么是蟹有问题 要么是菜有问题 要么是它处理手法有问题 是其中一样 或者三样都齐了都不定 是的 可能是几样 处理手法 可能就是除了刚才许刘先生所说 开完大 办完大事之后不洗手 有或者 砧板和刀 切完生育 又搞熟的肉 都不定 或者筷子有时候 很懒 夹完生育 之后就夹熟的肉 一摆盘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用到筷子 求求其其 拿上手就立刻夹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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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这些是很危险的行为 不过很多时候 厨房忙起来 都不理會 是的 如果厨房要处理生育 这些砧板一定要分颜色 刀柄 都要贴膠纸 让它识别到生育 就是红色 就是平时的绿色 因为有个危险 注意红色一定不要拿起 因为切生育 这些小智识 不知道他们是没有 还是要求什么 看到这个黄店 真的非常有创意 搞到这样去消卫 还有 没有想过 他们吃黄店 就要支持黄店 不好吃 或者叫招呼不好 其实这些都算了 就是当钱跌了给手足 但没有想过 要自己付出这么沉重的代价 要抱着马桶做人 甚至乎 辛苦到痛到要入医院 是 真可憐的 这些 食物中毒其实很危险 如果严重起来 可以影响危及到生命安全 食物中毒不是说玩 不是肚子那么简单 肚子可能会出现脱水症状 搞一下搞一下 可能会出现休克 甚至乎最严重的人 会死的 中毒死的 很危险 我们看看那些年纪 四男五女 都挺能吃的 我们看看那些年纪 都像是同路人 介乎于26岁到36岁 吃完之后 大家记住 这些小知识 18至26小时 就会出现病症 其中这9个里面 有5个人有去求医 第一个入厂 我希望早日康复 支持黄店 就要用一条命来拼 支持到这样的话 不如不要吃 好吗 他们都想不到 我相信 买到这么贵 整百元一碟的饭 照计品质应该有保证 一般的感觉 你这碟买得这么贵 应该又没有市值 谁不知就中毒 他们都不想 很贵 我看到这家黄店的东西 什么手打鸭屎香檸檬茶 这个说明有屎味 手打鸭屎香檸檬茶 听到名字我都害怕 怎么有鸭屎呢 你说明有鸭屎 不要喝了 正啊 好 那你们今天继续参黄店 吃多一点 没事的 很贵啊 这杯鸭屎 我看到有39元 很贵 是吗 39元 神经病 我吃过两个饭也不用这么贵 好了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